什麼叫做震撼人機 什麼叫做熱血沸騰 在福建連城的羅芳鎮 正在進行一場振奮人心的 客家山村嘉年華會 在台灣台南的鹽水風泡 是一場讓人無法抗拒的瘋狂盛會 想要刺激的人 絕對不能錯過在風泡裡 衝鋒陷阵的感覺 不要動 這是搶劫 沒有啦 其實這個是要體驗 淹水風泡的最安全的裝備了 首先你要有一頂 全罩式的安全帽 然後口罩 手套跟棉質的衣褲 另外還要有一個很安全的鞋子 好了 講了那麼多 其實在大熱天穿那麼多 也是會熱的 而且相信大家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沒問題 我現在就去卸下我的裝備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瑋瑋 一場中國人的習俗 其實一直到元宵節 才算整個年過完了 所以也就是說 元宵節的活動 可以說是過年當中的另一波高潮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 北天燈南風泡 像我們這種單身人 當然是來玩這種驚險刺激的 鹽水風泡 對啦 之前看電視上 感覺上好像都很危險耶 那我之前準備的安全裝備呢 我想應該是可以突破這重重難關的 就請各位朋友們呢 就跟著我們一起來去體驗 驚險刺激的鹽水風泡 來去衝鋒健身囉 今天我們除了刺激的體驗 更要帶領大家來一趟 輕鬆別緻的鹽水深度之旅 這一座八角樓可以說是來到鹽水必游的第一景點 八角樓大約建於120年前 外觀八角造型 形同八卦有辟邪的作用 全都用木材建成 建築形式古樸典雅 有三進二落 第一進在二次大戰遭美軍炸毀 第二進在日治時期為擴充庭院而拆除 第三進就是現存的八角樓 共有兩層 一樓為磚造 二樓全為木造 而且用的全是最上等的福州山目 因為我們這裡到大陸那邊要經過那個 台灣海峽 他們傳食場這樣來來去去 他們回來的時候 他們又載了一些鴨倉石跟這些湖山 他們就聘請了湯山師傅來幫他們規劃 八角樓有多氣派 庭院裡的石碑顯示當年曾經有日本皇室的親王在此駐守 歷史悠久的小鎮總有許多耐人尋味的古蹟 以及耐人尋味的故事 這條橋南老街也是其中之一 百年打鐵老舖 百年老屋建築 橋南老街見證歲月的滄海桑田 橋南老街是鹽水鎮最早的一條街道 清朝時期 這裡是鹽水通往南部鄉鎮的交通要道 當年的橋南老街商家林立 商股大戶錯落相當熱鬧 如今時代變遷 橋南街沒落 不過當年流行的住商混合傳統街屋至今仍在 老屋店鋪正上方至今還保留 當時儲存貨物的矩形樓井 相當令人懷念 而鹽水的貨物 繁華興盛 其實是源自於這裡有一個 天然涼港 鹽水港 一幅二路 三蒙甲 四月經 一幅的幅指的就是台南的 而二路呢 鹿就是鹿港 三蒙甲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吧 蒙甲指的就是萬華 而四月經指的就是現在的鹽水啦 不過後來因為它地形的關係 所以它的泥沙會淤積 而港口的功能到現在呢 也已經漸漸的消失囉 漫步於古鎮之中 容易讓人發思古悠情 但是談到有一款鹽水古早的美食 鹽水意麵 整個精神都來了 現在可就得要小跑步囉 好 一個乾液麵 一個肉葉酥湯 好 一個乾液麵 一個肉葉酥湯 另外兩個麵 兩個肉葉酥 一個混沌 好 兩個乾液麵 一個混沌 兩個肉葉酥湯 一個八燕酥 好 一個八燕酥 好 一個八燕酥 好 好 好忙... 都忙不過來了 你知道嗎 今天還不是假日喔 據說是假日的時候 這裡可是大排長龍餅 你剛剛有放大耳朵聽到嗎 大家最常點的是乾液麵 還有肉葉酥湯 究竟那味道怎麼樣 好吃嗎 老闆娘 一定好吃 客人才會出去 對啊 那我就不要在這裡 給你瞎攪亂 我去好好品嘗看看好了 好 來到鹽水 如果沒有吃完意麵 就好像元宵節不去看的風泡 是會被人消化的 台灣的意麵 其實就源自於鹽水 據說當年是一位 福州人在鹽水所研發出來的做法 而在鹽水賣意麵的 通常還會賣另一項美食 叫做肉葉酥 台灣坊間也有很多 號稱是台南意麵 可是那麵條跟這裡的麵條 真的是完全截然不同耶 對啊 這邊的意麵是一種特色 我們用的就是使用高筋麵粉 還有加鴨蛋 是用鴨蛋不是雞蛋喔 沒有 是鴨蛋 鴨蛋焦起來那個麵條比較Q 對 顏色比較漂亮 來吃一口 吃吃看很香 真的好吃 麵條很香 好Q喔 對 肉燥又香 肉燥也香是不是 對 吃吃看 好香喔 很香 而且麵怎麼可以那麼的入味啊 因為有時候你去吃乾麵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麵 沒有辦法那麼的入味 可是可能是因為這個麵條 它比較薄 所以你把它均勻的拌一拌之後 幾乎每個麵條都可以跟那個 蘸醬肉燥配合在一起 所以入口啊 那個香氣啊 跟那個麵條的Q度 搭配起來真的超級讚的 好好吃喔 老闆娘 那我剛剛看到啊 在這裡好多人呢 也會點這個肉燕酥湯 你看這個肉燕酥啊 看起來 現在它上面感覺很像 這種平常會吃的蝦餅 可是... 顏色有點這次啦 對 顏色很像 可是你仔細看它下面 因為既然裡面有包肉 對 這個口感還滿特別的 因為裡面的肉啊 魚醬啊 是你熟悉的味道 可是呢 它的外皮啊 包在一起 加上又泡在湯裡面 是一個全新的口感 好吃 所以來到鹽水 一定要來上一碗 意麵跟一碗... 可以上一碗肉燕酥 肉燕酥湯 讚啦 一碗意麵 一碗肉燕酥 帶著滿足的心情 準備迎接風泡的洗禮 買到鹽水 再沒有比這個更痛快的玩法了 下午的鹽水街上 一些準備釋放風泡的大小廟宇 已經陸陸續續出巡繞境 還有一些打算釋放風泡的店家 炮帳也已經佈置的差不多了 準備好要一同參與 元宵當晚的瘋狂之夜 相傳清光緒初年 鹽水鎮因瘟疫肆虐 人煙稀少 田園荒芜 於是居民們 就在官帝君祭日當天 拜請官老爺出巡獲得應允 於是在元宵時節 一個市鎮頭 虔誠的恭請官公 及眾生出巡繞境 沿途並大放煙火炮竹 祖情深微 並驅逐協議 沒想到瘟疫竟然嬰兒絕跡 從此之後 當地人每年都要 恭請官老爺出巡 並淨香燃放鞭炮 沿襲至今 便發展成神劇特色的 鹽水風泡社會 你好 你好 請問是公主嗎 你好 不是那個公主 是這間公的主人 然後大哥我想請問 在建構這個砲台 在建構這個砲台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禁忌 或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對啊 我們就是說一般 我們會把那個露斑 我們的鐵露斑這個儀式 因為我們會去找這個結尾 希望說我們可以更白 更多發財這個藝術這樣 所以大哥 這次要架構這個砲台之前 就要先做好這個木框 然後取這個集就對了 所以你想要招財喔 楊大哥 對啊 撞風泡本質上就是一年一度的 繞進大會 其實鹽水人為了感謝神恩 表達對神明的敬意 也為了保佑自己能夠平安發財 都會花錢製作風泡 當然囉 如盡隨俗 我們也請大哥為節目特製一組風泡 來表達我們對神明的敬意 也希望神明能保佑我們接下來的拍攝 能平安順利 希望大家都能把神明的祝福帶回家 一年一度的鹽水風泡 嘉年華即將要上場了 而同時間在福建羅芳 讓人振奮人心 血脈沸騰的走故事 就要正式展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